当然这件事情是台湾的媒体环境 以及正媒关系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这次蔡英文政府的NCC通讯传播委员会 逮到了中天电视因为要换照 它的执照要换 那每两年要换要省照的时候 这次民进党决定要出重手 你看到他决定不再发执照给中天的理由里面 光怪路里中天最近尤其是2018年 所遭遇到的这些检举跟裁法 这种检举裁法都是以所谓的观众的名义 去跟NCC去提出检举 中天在一年之内收到了962件的检举 NCC觉得太多了 你被检举的比例太高了 在所有的这些对电子媒体的检举的比例当中 30%那显示中天的品质有问题 好那中天有没有被检举有 有没有检举了900多件 我相信有 有没有到30% 我也相信有 但是这些可以构成让中天撤照的理由吗 坦白说中天因为他的立场非常的鲜明 所有的人面对这件事情 大概都会认为第一个中天因言论而获罪 言论是一回事情 可是他是言论市场的主流的频道 因此当你对个言论市场的主流的频道 用行政手段以及一些技术性的理由 或者你主观上面的道德判断把这个频道关了 民进党今天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重伤了台湾的政媒关系 重伤了台湾的媒体或者说长时间的呼应 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人 对于政治的信任 他给台湾留下了一个非常恶的例子 对台湾来讲 这是过去长时间标准新闻 标举的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民进党 口是心非 给台湾留下耻辱的一天